大家好,我是新月,不用发面也可以做馒头 筋道揉卵,层次更加丰富 准备500克的低筋面粉 5克酵母放在250克温水中搅拌均匀 拌匀的酵母水放在面粉中揉成光滑的面团 从盆中举出,在面板上再揉10分钟左右 10分钟后,面板上撒上一层干面粉,防止粘连 用擀面杖改成长方形 如果粘擀面杖的话,就在面片上面再撒上一层干面粉 擀好后,刷上一层熟油 采用边撑边卷的方式卷起 切成大小相等的小剂子 两头收口捏紧 往下推动,整理成圆形 放在蒸笼里面,盖上盖子,醒发一倍大 现在是1点57分,我们看一下这个馒头什么时候可以醒发好 再来看一下时间,现在是2点36分 馒头已经醒发好了 冷水上锅蒸,上气以后中火蒸20分钟 蒸熟以后焖2分钟,美味继承 馒头这样做,不用发面不用等待 筋道柔软,内里层次丰富 你学会了吗 喜欢新月的视频记得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